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CCYP邓宏说法节目 洛杉矶线的新冠病例激增 政府出台了哪些政策遏制病毒的传播呢 美国大选的余波仍在震荡 川普的诉讼有何进展呢 感恩节 圣诞节来临了 华人应该注意避免哪些刑事的案件呢 另外本周有哪些值得华人关注的案子呢 今天我们请邓宏律师为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邓宏律师是专精刑事辩护及重大伤亡事故理赔的美国联邦律师 他每天收集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每个星期五通过华人工商CCYP平台 向全美各地的华裔新移民 介绍过去一个星期当中的重大法律新闻事件 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加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知法守法聚力力争 邓宏律师你好 Kandi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邓宏律师本周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的法律新闻呢 对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在过去一个星期 罗韩基确诊人数增加很多 根据州政府的建议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人数持续增长 增长到3000人以上的话 那就维持在红紫色区 加州分成4个区 现在美国加州的4个区里边的话 全加州有58个county 58个县里边的话 现在已经有42个县的话 返回到紫色区 我们华人密集的一些地方 包括LA 包括Orange County 包括San Bernardino Riverside San Diego Jesse County 还有北加州的旧金山 都重新返回了紫色这个区 Purple这个区 在过去几天 我们发现的话 罗亨基地区不单只增长人数超过3000 现在基本上的话有5000人这样子 如果是这个趋势期续5天 那就可能罗亨基县政府已经表示的话 如果是期续5天 那基本上我们罗亨基会重新返回到 3月份到4月份 我们所实施的居家隔离令 不过来说在这个之前 现在从今天开始10点钟之后 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 这些的话都有一些Curfium Curfium的话就是宵禁这段时间 除非你是在医院超市 或者是警察局消防队工作 否则的话 你这段时间晚上都不能够 这个再开车 要去居家居住 当然整个全加州的宵禁令的话 是在明天礼拜天的时候 礼拜六的时候晚上开始实施 这个有效期的话 要到要一个月 三个星期到一个月 所以可以看得出的话 现在目前罗亨基地方政府 还有州政府已经采取强硬的手段 不过来说如果是星期天 有可能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 如果我们期许确诊人数增加的话 到3000人每天平均增加3000人 罗亨基县政府就可能会恢复以前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包括现在我们餐馆还可以在户外 有一部分的话可以做户内的 在紫色区里边的话不能够在室内提供餐饮 但是的话如果是这个我们颁布的卫生禁令 有可能的话连这个卫生连我们在户外的都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一样一定要遵守我们地方政府卫生局所颁布的卫生禁令 好 截至目前美国大选的余波仍在震荡 所以想请问一下邓律师川普的诉讼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现在志愿总统的选举在11月3号已经结束 拜登已经也宣布自己当选了 但是的话没有GSA美国联邦总务署的认可的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还不是说正式的总统当选人 当然这个总务署要认证 必须要等着各州的选举结果得到认证 在目前的话川普他所推动的几个认证 反正认证的措施已经开始也可以看得出结果 已经很有可能会出来了 在Michigan州我们知道现在今天 川普会跟Michigan州的州议会的两个大佬 都市共和党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 这两位议长来会谈 他们现在知道的话就是说 Michigan州在Wayne County在这个星期的话最大的一个county 他的计票结果曾经要认证不认证的发生的话 很多的争议性 两名共和党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后来本来表示会反对认证 没想到的话最后投票的话是认证 后来的话又说川普总统的话打电话给他 以后关心他因为他被受到了惊吓 受了压力他投票的支持认证 所以说这个county认证了 他现在反悔也没有用 现在的话在今天Michigan州会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 Michigan的州长的话也可能会进行认证 如果是认证结果这个确认之后 川普证人他可以要求的话 这个议会进行投票 所以他现在想办法的议会投票 因为以往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是当选的选票多数票 那你自动可以拿到这个州里面全部的选举人票 全美国的话有538张选举人票 这些270张票就可以确定这个选举 这个他的可以操办了就可以当选总统 所以目前川普的策略想办法让州政府不认证 想办法阻止白登拿到270张票 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办法让议会来投票来改变 所以目前的话他有6个州 所以6个州里面包括 阿里扎纳州 内华达州 乔治亚州 Michigan州 Pennsylvania州 还有的话就是威斯康森州 威斯康森州的话 在这个星期川普的话 汇款给了威州的政府 两个county Milwaukee County 还有Dang County 他们要求重新计票 这计票的话 他这个最后结果在11月2月1号 可以公布 公布完了之后 威州同样的可能会认证 认证的过程之中 川普也是想发动州政府 州议会来否决这个决定 所以如果是有三个州否决了认证 或者是不认证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川普就成功阻止了 这个 这个 拜登获取到270票 如果是双方都拿不到270票 以后 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的话12月14号 我们可以就可以投票了 看看谁能够获取到270票 如果双方都拿不到270票的话 那就由国会众议员来投票 选出总统 在目前来说 共和党占据了26张6个职位 以后 因为在众议院根据第12的修正案里边规定 每一州只有一张选票 所以的话尽管加州有55张选举人票 或者是州议会是州 这个加州的议长 这个民主党占多数 不是每一个议员投一票 而是每个州投一票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共和党占据了26个席位 以后的话 民主党有24张票 所以的话明显落后于 这个落后于共和党的 这种情况之下的 让国会众议院来投票的话 那川普会赢 当然川普要这种采用的话 这种做法 他只有这 必须要克服两个困难 第一要成功阻止了州的认证 第二个或者是撤返 以后让当地的这个州议会 来选出这个选举人票 否决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难度非常大 可以看得出现在的话 将来在今天 Michigan认证之后 乔治亚州很快的话 也会认证 所以将来的话 下个礼拜 在11月30号 12月1号之前的话 各个州都会开始认证 我们可以看得出 川普在认证过程之中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哪些诉讼行动 当然这个行动的话 他另外有两个节止日期 12月8号 他必须要这个所有的 已经认证结果 已经要确认 以后12月选出 这个选举人票 以后12月14号 选举人要投票 给候选人了 所以这两种情况之下 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美国的话 虽然要进入感恩节 但是感恩节的话 并不会让这些输送会阻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将来两个星期 川普阵营会提出 一系列的输送案件 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些结果 有可能会影响到总统 不过来说 现在大部分民意 已经比较倾向于说 拜登已经当选了 川普的话是故意赖的不总 不过来说现在川普也是想办法 利用自己法律的这些权力 来阻止拜登的当选 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的一名前校医性侵案 在11月16号有了新的进展 校方拿出了7300万美元求和解 邓律师 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对 在两年以前 南加大也发生了 这Dr.Dindal校医的性侵学生 最后的话 南加大拿出了2亿资金 来是settle了所有这些案件 在这个星期 UCLA同样的也是针对一个校医 也是妇产科医生 叫James Hibbs 就进行了赔偿 这个是南加大的赔偿比较高一些 私立学校 当然UCLA的话是属于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话 我们纳税人拿出了7300万元来赔偿 他基本上的话就是这7300万元的赔偿的话 目前大概估计跟被医生有接触过的 大概有5500名这个女学生 他们在1986年到2018年期间里边的话 他们是接受过这个James Hibbs的治疗的 当然被指控里边的话 这个校医对这些女性犯人 病犯者的话 做了一些性侵行为 这种行为的话 这个校医已经被逮捕起诉了 但是学生的告诉里边的话 主要也是说 已经有多位学生投诉了 这个医生校医不当的行为 但是学校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女学生 以这个理由里边的话 这个学校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项输送的话是属于肢体输送 肢体输送的话就是说 所有这些他将所有所赔的人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的话 就是说以前在接受过医生治疗的这些人的话 只要能够提出过 我跟这个医生接触过 不需要提供其他的资料 就可以获得了2500元的赔偿 第二级里边的话 就是说你有现行说法 你真的是有这表示的话 我有被这个医生的话 有不当的触摸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是能够提供具体的视觉 能够就是能够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 可以获取到一万块钱的赔偿 那第三类里边的话 能够提出具体的这些证据 并且的话能够证实 因为医生不当的性侵行为 他导致他的伤害 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可以拿到一万两千到两万五千的赔偿 当然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说虽然这些赔偿的话 是我们加州政府 我们加州纳税人就承担起来了 不过可以看得出 在目前在过去几年 针对学校的医生 针对政府部门所提供医疗服务 这些管理的话 出现严重的疏忽行为 再加上在过去几年 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法庭上面出动的这个MIFE2 我也是受害的 所以这一系列的话 很多针对保护女性的这些案子也出来了 除了说的话 我要提醒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你受的影响的学生 不管是南加大的 或者是这个UCLA的学生的话 如果是接受过这两个医生 Dr.Dindle 还是Dr.Hibbs的话 治疗的话 不妨的话尽快跟律师联络 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赔偿的 好的 还有一个新闻是 已经有110年历史的同军团 曾经是美国好几代人的生活重心 但是却陷入到了性侵丑闻的争议 2月的时候申请破产保护 然后说11月16号是为赔偿申请的一个截止日 结果提出这个遭同军领袖性侵的索赔案将近9万件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邓律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呢 对 Boy Scout这个在美国是真的是历史悠久的 其实是美国一个暴戒的老大坑 以后到英国去出差去迷路了 以后但是他不知道因为英国伦敦的墓很大 他迷路了找不到人 没想到的话突然间在墓中走出了一个穿制服的小男孩 他说你去哪里 我带你去 后来的话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孔子军 Boy Scout 后来的话他就回到美国之后将这个概念的话 引进了美国 当然的话这个Boy Scout在美国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 不过来说有很出现很多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参与的这些参加者都是属于未成年的青少年 他们会学会在户外露营怎么样子生存 怎么样子来帮助社区 当然的话有很多是义务的辅导员 但是的话很多辅导员发现的话都有恋童症的问题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童子军参加人都是属于这个未成年的 这也是吸引了大批的这些有恋童症的人的话参与了做义工 而利用这个机会的话 性侵很多参加的童子军的儿童 估计的话大概有在罗汉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话 就有5000名上了黑名单的这些辅导员 不能够因为他被指控跟这个童子军的话睡在一起 或者是有信心童子军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已经有这些黑名单上来了 但是童子军并没有做出太多的防范措施 结果的话在2017 在两年以前 在Oregon同样的这个受了性侵的一个男子 后来这个因为心理问题就告了童子军 获得了高傲的赔偿 1900多万元的赔偿 在今年2020年1月1号开始 加州通过的法规 将这些性侵案件里边的话 这个追溯期延新到年满40岁以后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将这个追溯期 如果你小时候未满18岁 现在的话在满了40岁 在40岁之前都可以提出诉讼 所以会导致这个童子军知道 如果是这种这个法规开始生效的话 会有大批的这个案件出现 所以的话他们就决定进行所谓的破产 宣布破产之后有个好处里边的话 所有的官司必须统一处理了 所以的话他基本上进行 这个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童子军宣布了破产 他宣布是第11章破产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说将所有的债务的话 从全部处理完 又重新在一起 所以的话这个机构并不是说 不能够经营了 Chapter 7的话是基本上 不再经营了 现在是Chapter 11 所以的话将所有童子军 值钱的这些钱筹在一起 他的保险保单筹在一起 以后的话要求所有这些输送案件 一起解决 所以的话在11月16号 是所有要向童子军所赔的人士的话 必须要做好这个登记 所以的话最后登记的人的话 这个跌破眼镜9万2千多人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 不过来说不会像南加大 还有UCRA这样赔偿那么 那么那么慷慨了 因为毕竟的话9万多人 这个他能够拿出来的钱 可能不会超过1亿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有一部分真正受到伤害的 可能会得到一些赔偿 如果是没有受过伤害的 这些理赔的人员 提出要求的话 当然必须拿出证据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只有这个由最高法 就是破产法庭来决定 一旦是这个案子解决了之后 那将来的话 童子军就不能 你要告童子军就没办法来告了 因为他法庭的破产程序 已经是将所有的他的责任的债务 全部清理掉了 以后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说也是希望童子军 经过这次破产之后 能够再度重新出发了 好 邓律师 感恩节和圣诞节要来临了 在节假日期间的行案 往往会有增多的趋势 那就您的经验而言 您觉得华人要注意哪些刑事案件呢 对 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说 因为有很多是留学生 有的是新移民 很多时候过年过节 我们会跟家人聚在一起 当然的话美朋佳节被失亲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 因为疫情关系以后 还有身份关系 往往还是没办法跟家人团聚 不过来说这也出现 因为也是因为这种情形 出现了两大类的案件 一类是酒驾 另外一类的话是家暴案件 在酒驾方面 我们华人的话 喜欢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这种当然喝酒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有一些华人的话 因为心情不好的话 戒酒消愁 没想到戒酒消愁 愁更愁 为什么的话 在加州如果你是醉酒驾车的话 面临很多的刑罚 一方面是醉酒驾车的话 它可以面临驾照被雕销 在加州如果是未成年 未晚21岁 你醉酒驾车 酒后驾车 驾照会被雕销一年 如果你被警察拦下来 或者是进行零检 警察的话 你拒绝酒册 你的驾照也会被自动停驾照一年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刑法方面 在加州酒驾的记录保留10年 第一次酒驾的话 最低是4个小时的劳行 第二次的话是72个小时的劳行 第三次在10年之内 有第三次最低的话是120天的劳行 以后从明年开始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的话 都会说这个probation 假释期会从三年降为一年 或者是三年重罪的话 变成两年的重罪 但是的话在酒驾跟家暴 这两类案件的话 还是维持着手行为三年 在这个如果你酒驾的过程之中 酒精含量超过0.15或者是0.20 这个一倍两倍的话 惩罚更加严厉 除了这个之外里面的话 如果是因为酒驾而发生了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说 我可以保你疏忽行为 但是你犯罪行为的话 酒驾是属于犯罪行为 我不保你 所以你还要自己承担赔偿对方的这些责任 当然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发生争议 以后的话 你可以说有些收护行为 也有可能是犯罪行为的话 保险公司还是要替你保的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遇到这种有交通事故发生 又有醉酒驾车的行为之后 要注意一下的话 要学会怎么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非常重要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家暴 家暴里边我们华人觉得的话 往往误以为 我们只是夫妻里边吵架打架而已 其实的话 在我们华人接触里边的话 家暴的定义往往是 你要知道加州的法律非常严格 不单只是男女朋友之间的纠纷 包括了前男友 前女友 前妻 这些同居人也是同样的 也是属于家暴 只要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他都是属于家暴 同一个家庭这样子的 所以一方面是以这个关系 你跟受害人的关系是什么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的位置 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是属于同居人 这种的话都是属于家庭暴力案件 在家暴案件的话 我们往往有几个华人觉得的话 我只是做个记录而已 我不想他坐牢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根据加州的法规 警察收到这个DV Call 家暴的案子的话 他必须要逮捕人 并且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如果你们两个推推打打 他打你 他也打你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经常遇到夫妻两个 一起会被抓进去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在小孩子面前打架 扔东西 因为这个部分 如果是扔了东西 不小心伤害到小孩子 这种的话 就会变成虐待小孩子 同样的 在美国心理学家里边 他认为 如果你们两个 就是吵吵闹闹 经常打架 在小孩子面前的话 在做这个事情 那小孩子成长的环境的话 也会受到 也会变成一个暴力的行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小孩子面前 抱着小孩子打架 或者是在小孩子面前的话 吵架打架 他不单只会形式逮捕 还会通知儿童福利局 让儿童福利局的人来调查 看看家庭的话 是否有没有危及到小孩子的安全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误以为 家报案件报了案 我现在后悔了 我要撤回来 在以前的话 很多时候 这类案子的话 受害人的话 都没办法撤回 因为检察官知道 百分之六十五的家暴案件 受害人 女的当事人都会改口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警告这个受害人 他说你要么就是报假案 你当时跟我们警察说的话 他打你 你现在改口说没有打你 你是不是报假案呢 或者是你是不是做违证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往往检察官会提出两类证据 第一类证据的话 就是说往往男者被抓进去 家人被抓进去 以后一定会打电话回来 他说赶紧把我出来 赶紧跟警察撤回这个案件 以后赶紧跟警察说 你没有受伤 是你先动手的 这录音的话可以看得出 一方面的话 被告是想办法 给受害人施加压力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录音里面肯定会有说 你要说什么东西 改说什么东西 就是说想办法劝说 这个受害人 这个证人的话 改变他的证词 所以这一类证据 检察官会拿出来 另外一类证据的话 现在从今年开始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在以前很多警察局的话 他是没有垂直戴的录像机 在今年开始 尤其是Black Lives Matter之后的话 黑人名也贵 这个运动之后 所有的警察的话 身上现在都带有录像机 在录像过程之中 财政过程之中 当时你跟警察 警察一来的时候 他肯定说 我老公打了我 但后来里面的话 改变证词了 以后听一些人说 他走掉之后的话 就没有证人这个案子 会自动撤销了 但是现在的话 你跟警察当时 所讲的东西 全部录下来了 以后检察官也可以将 当时警察的这些 尽管你不出庭 但是的话 有这个录像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这些录像可以作为 呈现证据的话 以前的话说 不出庭就可以撤销 这种说法的 早就不成立了 因为现在警察手上 已经有这些录像了 当然我们往往的话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遇到更大一帮人的话 是年轻人 留学生 因为他们在这边的话 已经是疫情期间的话 已经有一年多 快一年都没有回家了 以后的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 面临的这个 出来找工作好 或者是身份的问题 所以压力会更大一点 其实很多人的话 我们也发现 很多醉酒驾车的民众 现在年龄越来越少了 除了喝酒之外 里边的话 就是说这个 因为如果未满20 21岁 它的酒精含量 不像成年人一样 是0.08 基本上它的标准是0.01 半瓶啤酒就会超标 另外一方面的话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尤其在加州 他们是觉得 大麻是合法的 其实在加州抽大麻 最后你必须要21岁 以后你抽完大麻之后的话 有可能有幻觉 有可能会兴奋 所以的话醉酒驾车的话 它有演变成一个 从酒驾演变成为麻架 抽了大麻之后来驾车 它的判断的话 就是根据加州23152的交通法 这一款 它就是说 它用A跟B两个 A项的话 包括了你喝酒 而影响你的判断能力 你吸毒影响了 你抽大麻影响判断能力 甚至你去吃了医生给你的处方药 这种的话 你还开车 这一系列里边的话 都是属于醉酒驾车的行为 就是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所以提醒大家的话 就是说 现在还有另外一组的话 就是年轻人打气 所谓打气是什么打气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去看牙医太痛的时候了 牙医的话给你一点笑气 以后的话 以笑气的话 有的时候这种笑气是麻醉的 也有一种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办party有放气球 以后这清气球 一放的气球 一放到你的嘴边里边的话 你讲话的话是怪里怪调的 这种的话就是笑气 但是笑气里边的话 现在因为很多年轻人开始发现 笑气吸进去之后 会有麻醉的 但是也出现问题 你打了太多笑气 脑子坏掉 会大 我们处理了两个案子 都是最近发生的 打气过度 以后在网上买 买了笑气以后 吸进去过度 或者是打了笑气之后 以后开车 而导致发生车祸事件的发生 以后的话 拉到警察局去进行验学 在过程之中的话 这个验学结果的话 你抽了大麻的 摇头碗的 或者是你打了笑气的 这些的话都可以检验 从验学里面验出来的 所以提醒大家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这个自行安全 根据加州现在的卫生法规 过年过节的话 不能够超过三家人 15个人的聚会 以后同样的 这个喝完酒之后 以后如果是真的 这个没办法拒绝 要喝酒 喝完酒了之后 所以好多方法的话 就是不要开车 如果真的是要回家 可以通缉家人来接送 或者是打Uber 打LIF的话 这样子能够在酒后之后 不会造成酒后驾车的问题 好 非常感谢邓宏律师 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 也非常感谢邓宏律师 今天为我们分析 本周重大的法律新闻 邓宏律师负责专业刑事辩护 及人体伤害理赔的法律业务 我们平台提供的 邓宏说法节目 主要就是向观众朋友们 普及法律支持 并不构成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CCYP华人工商视频频道 和邓宏说法频道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